大家好,繼續等我confirm 這個星期四是7點鐘的如何講英超直播 記得要留意一下 接著我們就說到亞士東維拉對車路士 其實這次我跟杜曹一樣都是猜錯了亞士東維拉的心態 我們一同都認為亞士東維拉這次主場在球迷面前 應該會打得比較娛樂性、進攻型 應該就沒有那麼有紀律 他們都風流球,應該會打來回高速球 所以當初一開始用傳統三中堅的車路士 比較離得攻守平衡 以及前面用最快的組合準備打快攻去打來回高速球 我本來是極同意的 在專屬直播的時候,我本來覺得車路士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可以好像贏李城去贏亞士東維拉 不停打快攻 誰知道亞士東維拉原來不是這樣想 他們不是想娛樂現場的球迷 他們是想在最後一場賽事 在現場球迷面前拿到分數 想拿分數就是他們會有紀律 會有紀律就真的變成收縮防守區域 他們不是積極壓迫搶攻 是虛張聲勢壓迫然後收縮 即是沒有被車路士利用前面的速度型進攻點打快攻 要面對密集 當堂出現三中堅無法入主攻陷阱的問題 這一場對方是打風流的殺科戰 亞士東維拉今季都比較進攻型的中型班 對著車路士的傳統三中堅結構都懂得收縮 都懂得送他們入主攻陷阱 可能表示著英超中型班或者中下游分子的球隊 又開始看通這些三中堅的強隊 知道收縮可以解決他們 所以下一季的車路士 如果再不多一點 還要用奧道爾在右邊變形 或者直接打四個後衛轉四二三一的話 明年的車路士就有機會重蹈乾地的覆設 三中堅結構進攻點不拉邊 比較喜歡玩中路突破就容易越位的組織 58分鐘所以就是越左衛食鋪炸戶 不過其實車路士只要今天的應變力是好一點的話 其實都可以有辦法一早解困到的 你會發現亞士東維拉其實只是四二三一收縮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所以Mason Mount在禁區頂有足夠空位做主角 而且Mason Mount在禁區頂做主角的能力是進步了很多 都是可以不斷送直線進去給兩邊的球員插落底線 其實都可以下到底線 但是下去的是艾斯帕麗古達 艾斯帕麗古達下底線速度就是不夠快 所以就影響進攻火力和侵略性 也影響最後的全中質素 削弱了入球的機會 說到最後就是亞士東維拉的收縮其實都不算強 但是車路士右邊下底線的速度又不夠快 所以問題就是要問 詹斯是不是真的要繼續這場賽事 整個上半場打這個右邊中堅呢 他的速度快過艾斯帕麗古達那麼多 一見到要面對密集一見到要落底線 立即兩個調位 詹斯打回右邊給他落底線 有速度有突破力 一定是好很多的嘛 可以立即解困到 但是杜曹整個上半場都沒有調位 其實我也明白杜曹做甚麼要用詹斯打右邊中堅 很明顯就是繼續為歐聯決賽練習 找詹斯打右邊中堅去mark 將來要mark的課登 或者影子前鋒插入他的迪布尼 掩蓋艾斯帕麗古達緩慢的問題 我更加明白這種做法是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今天真的還要練習下去嗎 首先經已練了幾場 其實理論上都夠了 還有今天是練不到些甚麼 今天的基亞利船不是經常都打他那邊 不是說很練到東西 而且最關鍵的是 今天已經沒得說有時間給你練 沒有空間練了 隔離場的里斯特城15分鐘已經入球了 另一邊的利物浦35分鐘都入球了 車路士踢到35分鐘 排第五而已 打不到歐聯 那哪有空間繼續練習 為了練習沒有得加速右邊 削弱進攻火力是愚蠢的 42分鐘還要落後 區域聯防加人釘人防守角球 車路士今季用這種方法 防守角球已經輸了很多 我經常都說這種防守方法 用的太多人 用太多人就搞到不夠資源 去逐個mark 逐個 搞到就是漏了查奧爾一個 他的射門還搞到Mandy受傷 接下來歐聯決賽 不知道能不能用 半場落後的車路士 應該要立即調動 但是杜曹只是更換守門員 其實都不能說你用了換人名額 換守門員 就不用其他換人名額作為藉口 因為 爭鞋有需要 立即要放棄三中堅結構 增加進攻點 去解決主攻陷阱的問題 去到49分鐘旁邊的里城又入球 車路士再輸多個12碼 座真奴禁區裡面 都冒險出腳 搞到輸12碼2比0的落後 車路士又落去第五位 沒有資格打歐聯的嘛 出事的嘛 但是都要搞到59分鐘才調動 其實用這個師爺字 取代了佐珍奴之後 轉了4231 都立即見到有些作用了 右邊終於有正式的拉邊進攻點 這個配連石 因為轉了4231 就可以轉了他下去邊線 不用不停中路突破 終於有一個突破力 在邊線有威脅力 破到密集 落到底線 全中產生折維爾必入球 這個入球也都反映了邊線真的需要速度 也都反映了面對密集 用423一定好過傳統343 可惜了 今天就是不夠快調動 今天落後兩球 60分鐘調動不夠快 而且也錯失了上半場 詹斯和隊長的調位 加上還有一個理論 就是上半場面對密集 一定好玩過下半場先來面對密集 或者下半場繼續面對密集 下半場已經緊張很多 你面對密集 就更加難去做些有心思要做的 是破密集組織 反而你上半場不心急 你就大把心思去做些破密集組織 就會做得好 所以正常來說 一定要把握上半場去破密集 所以你不把詹斯和隊長 上半場把握時間調位 就是應變力不作 就是這場賽事的敗筆 所以車路士去到最終 依然有前四 的確是夠運 那他們真的要多謝 就是不止熱刺 熱刺贏波之餘 你還要更加多謝的是 李斯特成 除了你要多謝哈里簡尼 會留一份禮物給熱刺 更加要多謝就是 李斯特成的守門員 舒米高 好像鬼上身一樣 完全不像他 接二連三失誤 這樣才是令車路士生還的 我相信車路士球迷都會覺得 用這種方法完成球櫃 就絕對不收貨 有點肉酸 杜曹他大駕光臨 拯救到車路士 這個是事實 我們不會否定 但杜曹最近的表現 是有點滑落 也不穩定 希望他盡快要搞定他 如果你在歐聯決賽 遇到問題 用今天的應變速度 那就絕對不行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今天會說一下基亞利殊 他比賽之後 就送了一件球衣 和秘章給現場球迷 那他會不會留下呢 他走的話 去哪支球隊 對他的發展是最好的呢 聽說曼聯的球員 是想他加盟曼聯 去曼聯還好嗎 記得去PATREON片尾彩蛋 支持一下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